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振英说即使没有占领行动 警方的工作都吃力不讨好 所谓占领区的地方 出现一些警察执行任务的时候 一些子体碰撞 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 是占领区有关的活动是犯法的 如果大家在那里 甚至会有人说 我只不过路过 这些大家一起多些配合警察的工作 令我们社会秩序 社区的秩序更加好一些 梁振英说普选已经触手可及 但就没有直接回应 有没有信心得到三分二议员支持 只是说会努力去做 求同存异 也都希望社会给多些空间泛民 就不要经常追着他们 你有没有转态啊 你明天会有没有转态啊 等等 我想给多些空间 让他们可以独立去思考这件事 但就批评部分议员拉布 提出几百甚至是几千项修订 拖慢立法会进度 难辞其咎 有先电视记者 祝志音不得 跨警署通巴士公司 针对金钟占领区部分路段 拿到的禁制令 下午已经获得法庭概念 明天就会和执特主任双土 执行禁制令的安排 立法会就派通告 要求在大楼示威区的人 尽快离开 主席周浩成说 金钟清场的时候 不会被占领人士 拥到立法会范围逃避 如果警方要进入执法 立法会会配合 立法会有研究 向法庭申请禁制令 禁止占领示威区 许明进报道 金钟清场之后 占领人士会不会移私到这里呢 立法会晚上派人 在每个帐幕贴通告 要求占领人士尽快离开 在立法会大楼原谷底的 这个示威区 和停车场出入口的一段添理道 大约有300个帐幕 有人表明坚持留守 立法会的法律顾问就研究过 认为有合理这句申请禁制令 他们将这些障碍物 堵塞了马龙 继造成 议员 和所有使用大楼的人士 的损失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在这方面来说 我们和其他已经申请了禁制令的 那些人士或者机构 是没有分别的 是一样的 曾经诚说会征商全体立法会议员的意见 又说未来几天金钟可能清场 到时不会容许 对占领人士 涌到到立法会逃避警方 在外边的占领区的示威人士 走进来我们这个 立法会的示威区里面聚集 而警方认为要进来 来执法的话 我们是不能够不让他们进来的 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公民党党 党会梁家杰就认为 申请禁制令 立法会连考虑都不应该 我们是代表民意的机关 想象不到立法会 怎样可以拿到一个禁制令 禁制市民进来立法会的 另外继早前三个议员违反规定 带访客去到五楼用浴室被警告之后 将超雄再犯规 行管会决定发警告信 有线电视记者在明进报道 河文思潮召集人王之锋说 当警方到金钟清场的时候 会协助中学生和长者首先撤离 呼吁警方不要借故 清除禁制令以外的占领区 吳展民报道 跨境全日通的禁制令 已经获得法庭正式概账 星期二会登报和张贴 禁制令范围包括大会堂对出的干乐道中东行线 和力保中心外面的红棉路 占领人士已将范围内的一个物资站撤走 对于有消息指警方最快在星期三会清场 学民思潮召集人王之锋说 会先搬走部分较贵重的物资 到时会协助部分人先走 先是保障到长者以及中学生的安全 然后让一些不能够承担被打风险的公民抗命者 先离开现场 然后之后再做安排 他呼吁所有留守的占领者 不要冲击执达主任和攻击警方的防线 但亦都希望警方不要借故清除禁制令以外的地区 有线电视记者吳展民报道 贺民思潮绝食成员郑逸林和吴敏謙已绝食120小时 其中吴敏謙听从医生劝告停止绝食 其实情况是再差一点 因为又很累了 头又痛 亦都有胃痛的情况出现 因此都听了医生的劝告 暂时就停止绝食 但我相信 停止绝食 不等于停止支持雨傘运动 我会在过几天回来 继续用尽一切的方法 去为真普选 为了重启对话 而尽力 乙真逸林亦都说 乙真逸林就说是会继续绝食 她说手脚比之前是有力 但开始气喘和心跳比较快 昨晚和今天中午 听从了医护的劝告 喝了两次电解质饮品 希望可以坚持下去 前阵务司司长许侍仁 内容 公司能够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 中文字幕提供